早前有腾讯方面的消息,只由周迅、霍建华、董洁等主演的电视剧《如意传》将在8月14日与网络平台首播,同期对打正在热播中的延续攻略,但在8月14日晚《如意传》并未播出,早前的官宣微博也被删除。 有消息只是因为电视台对于每周电视更新4集,网络平台更新8集感到不满,因而向制片方提出抗议,有媒体就此事求证剧方工作人员,对方暂未回应。 不过在8月15日凌晨,有网友晒出《如意传》的播出版本高清截图,并称以开播,仔细观察流出的高清截图,均为剧方并未公布过的画面。 右侧还显示在此电脑上一共有5集资源,每集大约45分钟左右,不过在评论里有网友澄清,所谓的线漏版是由越南内部人员流出, 因后期制作海外字幕需要,但目前已经下架,求求去海外视频网站仔细搜寻了一番,确实没有找到所谓的海外泄漏版资源。 不过截图流出后,有不少网友质疑,剧中的周序脸部已经僵调,完全没有以前的灵气,造型也不符合史实,夸张的大蝴蝶结和闲刘海感觉像是拍摄现代戏, 而在剧中饰演皇上的霍建华,也被网友吐槽很感客,看起来很老,不得不说,这部剧的播出可真是担得起命运多喘这几个字。 从开拍至今已过了两年,中间经过了抄袭,高片酬,被于正迪斯演播等一系列风波,不知道究竟得等到什么时候这部剧才能顺利播出啊。